随不去緬甸的苦 困在難民營裡的苦 煎熬著Mamuna一家 還有裡頭近百萬的羅辛亞人 不只政治僵局難解 更大的存續危機是逐漸被世界遺忘 這不只是一個獨立的 這已經是一個擴展的獨立的獨立 從2017年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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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圓發展遲緩 確實是個大問題 但營養不足 可能先危及孩子的性命 高達近百萬羅辛亞人 目前生活在 在孟加拉的Cox Bazaar的難民當中 這裡靠近緬甸邊界 因為這群羅辛亞人 過去是生活在緬甸西部的 若開邦 他們信奉伊斯蘭教 不只與多數緬甸人信奉的佛教不同 更因為歷史因素 他們的祖先 原本是居住在孟加拉的土地上 卻移居到了緬甸的若開邦 因此緬甸人認為 羅辛亞人根本不是緬甸人 在官方的紀錄當中 他們也把羅辛亞人 排除在135個認可的民族之外 但是當羅辛亞人開始追求 在緬甸國土內要創立自治的回教區域時 緬甸的政府不能接受 雙方大小衝突不斷 就在一次羅辛亞救世軍 襲擊緬甸警察哨口的事件之後 2017年 緬甸政府展開強烈反擊 屠殺 燒村 還被聯合國形容為 種族清洗的慘劇 造成大量羅辛亞人逃亡孟加拉 而孟加拉政府特地空出一塊地 讓聯合國籌組難民營區 最基本的生活援助 還必須靠著聯合國 跟世界展望會等NGO支持 至今七年了 百萬羅辛亞人還在困境當中 掙扎求生 就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 2017年從緬甸撤出逃離的羅辛亞人 如今佔據在孟加拉跟緬甸邊界的 Cox Bazaar 由孟加拉軍警看守的蟲蟲為離 分隔出內外兩個世界 離我們想一窺 羅辛亞人當前現況也不容易 經過了蟲蟲的申請玩卡 三連消失的國界 終於獲准進入位在 孟加拉Cox Bazaar的羅辛亞難民營 而這裡也是世界上 目前最大的難民營最高的收容人數 曾經高達一百萬人 目前三十二個難民營區 由孟加拉政府出地 聯合國統籌資源 跟世界展望會等NGO合作 讓羅辛亞人暫時活下來 他們的住所就像這樣 一層連著一層 非常緊密蓋在小山丘上 沒有樹木遮蔭 因為全都被砍光 變成房子建材 鑽進巷弄裡看得更清楚了 所謂的七身之鎖 是用竹子、木頭、各式葉片搭起來的 有的用竹梨或是廣告帆布展開當隔牆 有些簡單把木頭捆綁起來 就是房子的支撐點 我們金本人允許進到他的廚房 想用家圖四壁形容 卻不見實質的壁 因為一面竹邊牆 另三面是防水帆布 稍當遮擋 一旦碰上南亞暴雨季 還有炙熱酷暑 躲哪裡都不對 只剩一杯水的水盆 取水點又遠 臉上血滿困擾 逃難來到孟加拉後 光是存活 已經耗費太多 羅辛亞難民很難想像 什麼是未來 我們現在是未來的 學生在哪裡 我們學生在哪裡 學生在哪裡 我們學生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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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伊斯兰教的罗辛亚人 原先住在佛教为大宗的 缅甸西部若开邦 长年的历史纠结 造成大小冲突不断 2017年罗辛亚救世军 袭击缅甸警察哨口 缅甸政府展开强烈反击 大规模屠杀甚至放火烧村 被联合国形容是 种族侵袭的惨剧 逼得罗辛亚人开始逃亡 像他这样 西家带眷杜河逃命的罗辛亚人 在2017年高达70万人 2017年大量的罗辛亚人 为了逃避追杀 从缅甸的若开邦山区 一路杜河来到了孟加拉 当时是为了活命 没想到现在进入了 进退两难的困境 尽管孟加拉政府 在罗辛亚人上岸的 Cox Bazaar划定一块土地 给予难民庇护 但能做的仅止于此 也就是说2012年到2017年间 总计百万的罗辛亚难民 不被缅甸政府承认 也不被孟加拉承认 不只是世界上最大群体的难民 更是世界最大的 无国籍人群 政府的目标是 不在这里继续 他们想把他们回来 与尊业和自信 他们也跟美安马的共产党 已经认识了 但美安马的共产党 没有与尊业 尽管国际不断施加压力 缅甸政府对罗辛亚人拒绝的立场 依然强硬 百万难民只能被困在 由孟加拉军警管理的难民营 依规定不得跨出一步 成了与世隔绝的国际人囚 只能靠国际组织 跟世界展望会等NGO 给予基本生活支持 四个小孩的妈妈 Mamuna 小时候的伤 让她落下残疾的问题 先生也无法养家 作为难民中最弱势的难民 他手上这张食物卡 可以保他们全家有饭吃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 每个月提供每个人10块美金 大约300多台币 存在食物卡里 可以到世界展望会 粮食分发中心换取食物 Mamuna得计算 余额购换多少食物 每个人每个月10块美金 在粮食中心 大概可以换到一罐油 一包米十颗蛋 姜黄辣椒蒜头 等等新香料 价格都在白板上 米一公斤价格 大概15块台币 确实比市价来得低 我们不防止太多中心 因为比较中心 比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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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质量是保持的 所以这就是油 我们直接获得 从博士和製作者 价格合理 但预算依然有限 食物分发中心里 也有活鸡跟活鱼 但比起蔬菜 贵得多了 手上这一只 大概2到3公斤 以墙上的实价来换算 一只鸡 大约要一个月生活费 不少奈米买回去 喂的是鸡生小鸡 但对玛木拿一家人来说 还是占不考虑 至宫搀扶下 玛木拿举步为奸 一阶又一阶爬坡 走回难民营里的家 2017年 是叔叔背着他渡河逃难 家族落脚孟加拉 原本以为只是暂时 逃离军政府枪口 但一等七年了 回不去缅甸的苦 困在难民营里的苦 煎熬着玛木拿一家 还有里头近百万的罗欣亚人 不止政治将军难解 更大的存续危机 是逐渐被世界遗忘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问题 这已经是一个改参的问题 从2017年 但后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像义内战争和义内战争 现在是巴勒斯汀,加萨和 Yemen 所以有很多问题 像阿尔斯坦那里 他们也觉得很难 对用力的方式 有些的方式 都被拒绝到这里 所以他们在试试平衡 2017年罗欣雅人遭到缅甸军方残忍屠杀 当时无论是国际政治压力 以及紧急人道救援能量来到最高点 之后几年局势变动剧烈 缺少话语权的罗欣雅人 逐渐淡出世人目光 但当时12元到8元到10元 现在从8元到10元 仍然没有3个饭碗每天 家庭在3个饭碗每天 连难民中最最困苦的10%到20% 才能获得的联合国粮食属食物津贴 却迫于资源分散的限时 只能减少给食物津贴的额度 当无声的饥饿 从一个人一个家庭 扩大到百万人之数 就成了急迫的人道问题 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难民赢 7年了 罗欣雅人们还被困在这里 酷热难当 光着脚从营区走到营养中心 小女孩焦躁不安 只想快点让妈妈抱着 这是罗欣雅母女 一年多以来的例行公事 如果三爪不说 光看小女孩的身高跟体型 确实没有五岁该有的平均值 22岁的三爪 2017年跟着逃难朝 来到孟加拉 跟在等候区多数难民妈妈一样 为了下一餐 耗费了太多精力 没有意识到孩子 在什么年纪应有的发展 那边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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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尺量了一下手围 一缩再缩 到接近绿色底部 才停了下来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五岁女童偏瘦标准是16公斤 而三爪的女儿 占上体重剂 只有10.9公斤 那边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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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儿童生长曲线图 身高体重一对比 就落在红色的营养不良区 语言发展迟缓 确实是个大问题 但营养不足 可能先危及孩子的性命 营养师按照教科书建议 肉类蛋白质跟蔬菜的钙質都是最基本 但对Sandra以及多数难民营里面的妈妈而言 在缅甸若开邦生活时 普遍生活艰辛 因此所谓营养必须 这样的概念是模糊的 联合国儿童组织跟世界展望会合作 除了一对一味教 还得具象化 教他们怎么吃 妈妈们带着孩子仔细听着解说 碗里的马铃薯米跟蔬菜 是营区里可取得的 也是能量来源 要长身体则得吃肉 营养概念建构是为了长远 但眼前的是营养不良的孩子 晋级措施还得有 实名登记领取的营养穀物粉 跟奶粉一样加水冲泡就可以 适时为瘦肉的孩子补充能量 在难民营里好好活到长大 不挨饿只是第一关 这一班是四到五岁的年龄 已经没有刚来学习中心时的害羞 这堂课老师教他们认识自己 在这一班的小朋友呢 他们全部都是在罗西洋难民营里面 出生的小孩 但是邦加拉村子根本就无力负担 他们的基本生活了 那更有人说教育 所以只能透过NGO的帮助呢 让他们能够至少学习一些 基本的生活节目 由世界展望会支持的学习中心 让三到五岁的孩子 至少有早期认知 再大一点的孩子 觉得言巴巴望着进不去的教室 因为营区里 没有孟加拉政府支持的教育体系 我们要 comfort 羅辛亞老師教著數字 教著語言 也教著羅辛亞文化 讓這一雙雙稚嫩眼神 理解難民營外還有世界 而我們觀察發現 在學習中心講學時 有基礎英文 多數時候還是緬甸語 跟羅辛亞語 為何沒有難民營所在地的 孟加拉語呢 因為胡巴特泰大和班達 他們不想他們 考慮嘉瓦流語 或者就是從講述 所以我们有很多年纪的政府 因为政府的意义是不去保护他们。 他们要送他们回来的运动。 我们的政府是很限制限制作为我们的政府。 因为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资料。 互加拉政府给予落地 但拒绝他们生根 七年间营区内的孩子持续出生 而当初逃难时的小女孩 如今也陷入了另一种集体焦虑 有些年轻女孩 在巴格拉德上 18、19年 现在23、24年 所以父母的问题是 谁会娶我的女孩 如果她比较24、25、27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幼稚的父母 想看自己的女孩 娶娶 这么快 让他们能够 其中一个世代 在这里或在哪里 所以他们生活在希望 他们生活在恐慌 父母宁可把 适婚年龄的孩子锁起来 等的是什么 是能回到缅甸的那一天 但七年下来 验证盼望不切实际 花季少女的青春 就这样被强制蹉跎 例如墙上这一幅画作 映入眼帘 缅甸地图 有色彩 有边界 唯独 世代居住的若开邦 被涂成全黑 是怨马还是一种前途茫茫 207年 罗欣雅人大逃难后 每一年在难民营里出生的孩子有3万 整个难民营区 逃难前后孩子加总 更接近50万人 他们从婴儿到长成 这十几年 几乎得靠国际组织援助 与人道捐款活下去 一旦援助短缺 光是好好活着长大 不知道得在生存线上几回挣扎 最难是连希望都没得盼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